恭請市長致詞 非常感謝我們警察局廖局長 以及我們今天的廠商提供很快的服務效率 我們光陽機車科執行長 還有我們代表議長陳明財秘書 代表有吳宇環議員的忠祐志秘書 代表林怡婷議員的楊雅君 代表林美院議員的王宏道副主任 還有我們新聞處處長及各位市警局各位長官 大家早安 今天可以說是非常開心也非常甘心的時間 能夠讓我們台南市警察局 各位員警同仁在執行起務的時候 一方面增加效率 一方面又有環保經營分析力 因此我們特別動用二倍金 來450萬元採購50部 這個機車 因為時間 因為二倍金結算的時候 已經是很晚了 但是也謝謝光陽機車在很短的時間 我們用共融供應契約 直接採購的方式 能夠讓警察局得到 在過年前 這也是時來的夜旦禮物 也是過年新年的禮物 能夠讓我們警察同仁 能夠有新的巡邏車 巡邏機車可以用 我相信在我們台南市警察局的各位同仁 其實效率是非常高的 民眾在歷事警政署的評比裡面 對於治安的滿意度是非常高的 那這有賴於同仁大家降勢用命 平常增加見警率 那在這個案子發生的時候 不管在預防減少犯罪的發生 或是查契、偵辦案件 都是採用非常高的效率 舉一個例子來說 在新營發生的搶案 四小時內就過完 不是四天也不是四天半 所以說可見警察的犯案效率 因此非常謝謝各位的支持和努力 因此市府在於警用設備的採購 這個部分我們一定全力來支援支持 那也謝謝各位同仁 也謝謝議會的支持 我們是在警政預算的審查的時候 我們都會被罵 被罵不是因為變太多是變太少 所以說我們會努力來在財政區格的情況下 努力來充實警察執法的工具人員 這個硬體跟軟體控制增進 那謝謝各位也祝福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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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